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5号星期六 大家好 我昨天我发了一个消息 我说上海可能就是风尘在寂了 今天官方也承认了 这是官方的报道 说是这个什么呢 上海高速入口以实行全覆盖的道口查控 劝法了4854辆无资格入户车辆 共计8220人 目前九处省计入户高速道口劝法的具体标准公布 对来自重点疫区的人员一力实施隔离观察 对在户没有明确居住地 也没有明确工作的实施 暂缓入户 什么叫暂缓入户 其实说的它是非常的好听 也非常的天卑 暂缓入户就是告你不许进 明白吗 劝法就是劝你原路返回 不听就揍你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搞明白这个情况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如果来户人员 他要说要出示相关证明 证明在本市有居住地 就有房产证 或者要明确工作 然后现场民警也会对提供相关禁息 查询确认 对没有出示有效证明 或无法查识在本市 却有居住地或工作的 将劝说暂缓入户 就劝说你原路返回 回去 就这么个意思 说白了就是说你是上海人 或者你在上海你有工作 有工作证明 或者有房产证 你买房子了 可以进来 其他的就不行 然后就即使是进来的话 也说了 对来自重点区域的人员 一律实施隔离观察 就算让你进来 也是要隔离 先隔离14天 你才能进去 怎么叫重点区域 人家没说 我觉得基本上就都是重点区域 你知道吧 所以高速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说 对外地人来讲就是全封了 你外地人就别进来 劝你原路返回 意思就是别进来就回去 就听懂吗 听不懂人话 对不对 就是回去了 对于本市的人 那么如果他认为有需要的 全部都要实时隔离 先隔离 隔离之后再允许进入 目前高速基本上就是全封了 我们听说高铁火车什么的 好像还有但是就是说在入战口什么的 也是查的 非常严 如果不能符合规定的话 很有可能让你坐下一班火车 你才回 差不多也这么个情况 然后如果是来自于什么重点区域的话 也是要进行隔离观察 反正上海基本上我认为99%就算是封了 目前就这么个情况 那么你能不能接受 你自己去决定了 有人说没封 有人说封了 反正是吧 没封我觉得可能是上海人 上海人 然后从海南来可能能进得去 如果要是从湖北来 基本上就 但是说实话 你进来的时候 你说你是从哪来的 他也不知道 对不对 我真的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说到了上海 假如我是上海人 对不对 我来了 我上海身份证 你能让我进去 对不对 然后你哪来的 我本来是湖北的 对吧 我可能我绕 我绕到这边来 我说我从海南来的 你也不知道 是吧 咱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们怎么实时隔离观察 或者也有可能就是说 屁民就隔离观察了 有点这种什么的 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的一个朋友 就是专门负责 在一个城市 就专门负责这种隔离审查的 有一个人来了 就是说按道理 就应该隔离审查 结果你看怎么着 人家打了个电话 过了一会儿 顶头上司 直接打电话 告诉他这人放行 放行 然后他们给我发了 就是说放行领导的名字 职务 电话都发给我了 放行人的 也发给我了 但是 我不能播 为什么 我说你要我播可以 你一定 你得给我证据 你不能光给我两个名字 你明白吗 然后我说你有没有 就是审查的单据 还有当时你隔离他的 书面的文件 他说有 我说那你给我 我发 他说那不行 因为那上面我签字了 我给你 一发出来之后 那上面有我的签名 我说你把你签名抹下去 他说那还不行 因为你即使抹下去了之后 别人不知道是我 我领导还能不知道是我吗 我说你这不是缺心眼吗 那我把这个人的名字说了 把你领导名字说了 你领导也能想出来 他到底打电话给谁放行的 对不对 不还是把你露出来了吗 想想 觉得死东哥说的有道理 观众朋友们 简直太好玩了 都死我了 好吧 你说这个 格里我想起来 前一段网上有一个人 他是做自媒体的也是 但是他是在国内做 他为了一些素材 他就从上海跑到深圳 结果到深圳 他住到酒店里边 就先给他隔离了14天 不让他出那个酒店 然后他特别悲伤 隔离了14天 什么工作也没调查到 他就又跑北京了 结果到北京 又隔离了14天 又让他住到酒店里边 不让他出酒店 朝阳群众还带着个酒骨 说他不可以 他从外地来的 他说算了我隔离14天之后 我要回上海回家 我哪也不去了 到了上海 又被隔离14天 对的 我在深圳 刚隔离14天 没事来北京 又给我隔离 不让我出去了 又隔离了14天 回到上海再隔离 隔离了一个半月 好吧 今天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